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這週呢 即將迎來我們的 原始固拉多團戰日喔 那究竟在這個團戰日 有哪些我們該注意 以及我們要怎麼樣來做對戰呢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個分享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呢 我們在3月17號的時候 已經有打過我們的 原始蓋歐卡對不對 那不知道大家的收穫如何呢 有沒有打到IV100 有沒有打到異勝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呢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討論喔 那3月23號 星期六呢 我們就即將迎來我們的 原始固拉多的團戰日喔 那這個時間呢 是在下午的2點到5點喔 所以很重要 這邊只有3個小時喔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時間 給它刷好刷滿刷起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相關的這個活動獎勵 加碼內容有哪些喔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原始固拉多的這個團體戰 出現的機率會提高 那基本上呢 應該是所有 只要是道館的地方呢 都會變我們這個 原始固拉多的這個團體戰喔 那因為是團戰日嘛 所以旋轉道館的轉盤的時候呢 就可以額外獲得5張 免費的團體戰入場券喔 搭配現在季節的這個獎勵 一天可以有兩張 所以最少呢 一天應該是可以打到7張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再來的話是 預見異色的原始固拉多的機率呢 會提高 台灣時間3月23號早上8點呢 移入到3月24號的星期天 早上11點 遠距離團體戰的當日上限呢 會增加到24 也就是說在這個2點到5點以外的區間呢 大家呢可以用遠距離團體戰呢 可能在刷其他國家 或其他地區的這個原始固拉多 那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善用這個爆寶貝相關的這個功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活動入場券的部分喔 活動入場券的話呢 需要這個5美元 大概是台幣150塊 獎勵加碼內容呢 會從台灣的時間 3月23號星期六的下午2點喔 一路到10點是有生效的 那這個活動入場券的內容 包括就是旋轉道館的這個轉盤的時候 可以額外獲得8張的這個團體戰入場券 再加上剛才免費這個5張喔 所以總共就有13張 再加上現在季節的獎勵喔 所以呢 如果你要刷到15場 甚至到16場 應該都是有機會的喔 在團體戰的時候 可以獲得的這個神奇糖果菜喔 機率可以提高 另外就是在團體戰的時候 獲得的經驗值呢 可以變1.5倍 團體戰中獲得的星星沙子呢 也可以加倍喔 所以如果說想要參加這個團體戰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這個入場券還算還OK喔 它價格沒有到很貴 但是獲得的獎勵呢 其實還是算相對豐富喔 那我們這個原始固拉多呢 跟我們的原始蓋歐卡一樣喔 它其實都是可以用這個原始回歸 讓我們這個固拉多變成這個原始固拉多 那如果說還不是非常清楚什麼是原始回歸的這個同學 這邊再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原始回歸呢 其實就跟我們普通寶可夢進行超級進化 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這邊用的這個詞語呢 叫做原始回歸 所以只要收集到足夠的這個原始能量之後 就可以讓你的固拉多原始回歸變成原始固拉多 第一次用這個原始回歸的時候呢 會耗費的是400的這個原始能量 之後呢大概就是80的這個原始能量 那這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雖然說這次我們是回歸是打這個原始固拉多的團體戰 但在結束的時候我們所抓到的是普通的這個固拉多 所以我們抓到普通的固拉多 再順便獲得原始能量 然後再用這個原始能量呢 讓我們這個固拉多變成原始固拉多 不知道看到這邊你覺得如何呢 覺得不錯的話可以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有新增會員集聚 趕緊加入會員 支持我創作更多攻略相關內容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原始固拉多 它的異色長的樣子喔 它的異色呢其實非常的帥氣喔 就是黑色搭配黃色 其實原始系列的喔 不論是原始固拉多或是原始蓋歐卡 其實都是黑色搭配這個黃色 我個人呢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呢 是我們這個原始固拉多呢 它的屬性呢 是地面性以及火系喔 所以跟我們普通的固拉多呢 他又多了這個火系 算是呢在這個原始的這個進化之後呢 變得更加的這個暴力了一點點喔 那這個原始固拉多呢 由於他的這個屬性是地面性跟火系喔 所以他其實也會特別怕水系 或是地面性相關的攻擊 尤其是水系喔 可以對他造成256%的一個攻擊力傷害加成 所以這邊會很推薦 攜帶的寶可夢農 像是我們這個原始蓋歐卡啊 或是水箭龜暴鯉龍等等的 都是非常適合拿來打原始固拉多 所以如果說上周你在打的時候 有打到非常好的這個原始蓋歐卡的話 這周呢馬上就可以派上用場啦 那如果說你在這次的原始團體戰呢 想要追這個IV100的這個固拉多呢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由於我們這邊雖然打完原始的團體戰 但是最後抓的呢 是我們這個普通的固拉多 所以這個CP值呢 還是要以普通的固拉多為主 所以你在最後在做這個固拉多的補抓的時候 特別注意一下這兩個CP值 一個是普通團體戰的時候的CP值是2351 如果有天氣加成晴天的加成的話 CP值是2939 這兩個CP值呢就是保證 你已經獲得到IV100的這個固拉多 最後的話呢 我們這邊也借用一下 Pokemon Go John的這個製圖 這邊非常感謝Pokemon Go John 每次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圖片 那這個是他在之前的這個 Goalface2023年所製作的 那他這邊所顯示呢 其實這個原始固拉多呢 他這邊除了剛我們講的CP值 兩個最重要的重點是2351 以及2939以外呢 那就是推薦了這個對戰玩家數量呢 最少呢可能4個人會稍微有點吃緊喔 那5個人呢可能就會打得還OK 那6個人以上呢會是最保險的 所以呢會推薦大家多去一些大都市 像是北車啊 或者是說西門町等等都是非常好來刷這個原始團體戰 或是團結下的這個相關地點喔 那總結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相關內容 關於這個原始固拉多呢 他不管是在各屬性的排名呢 其實都非常的前面喔 算是一個屬性非常強的一個打手 你要拿來打團體戰 或是拿來打道館戰呢 其實都非常好用喔 關於這個原始固拉多團體戰日呢 沒有什麼好說的 絕對是給他刷好刷滿刷起來喔 那不論你們對於這次原始固拉多的這個團戰日呢 你們的目標在哪裡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我們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分享分享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